有一个孩子将他的玩具船 放在一个大的水塘当中来玩 当风一刮起的时候 这个玩具船就被吹离岸边 这小孩就十分的着急 怕撕去这个玩具船 在这时候旁边有一个陌生人 就开始用石头朝着船那边来丢过去 这小孩就十分的惶恐 就问那个人说 你为什么要损坏那个船呢 这个陌生人含笑地不回答 但是片刻之后 这个玩具船就慢慢地飘向岸边来 原来这个人是把石头丢在船的另外一边 借着这个水波 慢慢就把这个玩具船就推向岸边 当我们在面对处理人际关系当中矛盾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在真理引导当中的爱来处理这个矛盾 这过程当中或许会像这个石头丢船一般的 好像关系会遭受亏损 在过程当中似乎不是很舒服 但是若是我们秉持着在真理引导当中的爱的话 我相信至终就像那玩具船会推回岸边一样 这关系将会重新地恢复和好 那这种真理引导的爱通常也被称为坚韧的爱 Tough Love 坚韧不毁的爱 让我们继续借着保罗他自己的见证 来学习这种坚韧的爱 也就是真理所引导的爱 来处理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的矛盾 好不好 我们一起打开我们圣经到哥仁多后书第十二章 我们首先来看第十四到十八节 哥仁多后书第十二章十四到十八节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念这五节的经文 十四节到十八节 请 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 也必不累着你们 因我所求的是你们 不是你们的财物 儿女不该为父女积产 父母该为儿女积产 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废财费力 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的爱吗 罢了 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 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 用心计牢笼你们 我所猜到你们那里去的人 我借着他们一个人 占过你们便宜吗 我劝了嫡多到你们那里去 又猜那位弟兄与他同去 嫡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 不同是一个脚踪吗 在这段经文当中 首先我们来学习 那就是真理所引导爱 一定会出于正直的动机 保罗在这写书信的时候 他遭受了更多教会所给予他的羞辱 甚至控告 最让他难过的 从经文当中可以分析出来 就是绝大部分的更多教会的信徒 当他遭受这种攻击批评 羞辱的时候都漠不出声 并没有出面来为他辩护 所以他讲说 我本该是被你们所称雪 但是没有人为他出面来辩护 以至于保罗不得已 为了教会不至于被带偏离真道 受那假师傅的影响 所以只好叙述他使徒的资历 那这个资历是记载在十一章的末了 以及十二章的前半段 在这个为主受苦的资历 以及从神那里所领受特别的意象当中 他表明这个资历并不小于 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任何一位 因为这个资历其实照他讲 他算不了什么 因为这个资历是神大能的名证 并不是出于他自己 乃是出于神 那在这时候保罗特别的提到 在十四节讲到说 他已经准备好要再一次 以及第三次去更多教会 而他仍然会照样向他平常所受 也就是他不领受更多教会的奉献 为什么他这样做 最主要是原因乃是更多教会 他们的信徒们在属灵当中并不成熟 好像一个年幼的儿女一样 而保罗就好像一个属灵的父亲一样 所以他讲说他既然带着他们信徒是属灵的父亲 而这些年幼不成熟的儿女又不了解奉献的真意 所以他不愿意接受他们这种勉强的奉献 在这里保罗告诉他们 他的动机都是出于正直的 他不领受他们 是因为他所求的是他们的灵命 而不是他们的钱财 所以在这里头 保罗让我们看见一个出于动机的人 一定是为了建造他人 所以当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矛盾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跟对方的关系 当我们要处理的时候 我们的动机是为了建立对方 还是为了击打对方 拆毁对方 我们的动机是不是为了造就对方的灵命呢 在这里保罗他用一个非常好的图画 他说父母不该为儿女来积彩 父母 儿女不该为父母积彩 而父母该为儿女积彩 因为这个儿女是何等的幼小 父母是出于爱心 就为他们预备他们所需要的 而不是向这年幼的儿女来索取 他们所不能够赚取的金钱 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明显地讲说 他所做的一切 是如同父母疼惜儿女一样 来求他们灵命的成长 而不是来贪求他们的财物 其实原文没有这财物的字眼 而是贪求他们所拥有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在学习建立他人的动机当中 我们需要禁止自己 在处理人际关系矛盾的时候 为了是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为了是得到什么样的名声 或是为了要对方听我们的话 为了对方称赞我们 这种的动机 相反的 我们的动机建立他人 什么叫建立他人 而是为了要使对方 能够回到主的面前 恢复他们跟主原有的关系 好让他们能够得着恩典 我们处理人际矛盾的关系 都是为了使对方 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和好 恢复跟神亲密的关系 以至于能够使他们 继续地得着恩典跟福气 那我们今天处理这些 人际关系当中 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的动机不应当 只是为了伸张我们的委屈 而是愿意让对方 更认识神的心意 更与神的关系更亲近 求神帮助我们 检查我们的动机 勿要叫对方得益处 得健力